哈喽,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分享六个可以节省人寿保险保费的方法 第一个,按年付费,一次性支付全年度的保费会节省成本 有一些保险公司有每月,每季度,每万年支付保费的方式 但是这会比年付贵,有时候年付比按月付要便宜15%以上 所以我们可以解释一下我们的付款方式 第二,尽量在年轻的时候购买人寿保险,越年轻保费就越低 人寿保险会随着年龄的增长,保费每年增加5% 第三,选择一个合适的保障范围来适合您当前的生活需求 比如说预算比较有限,可以先配置一个基本的重疾保险 那之后的话再去检视承保的范围 然后再看比如说要不要再添加多次贫富重疾等等 第四,如果预算有限,可以先考虑配置一个定期受险 且这个保单带有可以转换为终身受险的功能 这样定期受险,保费会非常实惠,又可以保证我们人生的关键期 以后预算充足的时候,可以考虑转换为终身受险,持续保障我们的一生 第五,您可以找一位财务顾问帮您获比几家保险公司的产品 或者上Compat First,这样的网站上先做个对比 同样的保障范围,可能可以拿到一个更优惠的价钱,帮我们节省保费 第六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保持身体健康 因为一些健康问题的影响,可能会有额外的加费,或者个别项目会被排除 而且不吸烟,限制饮酒和控制体重都有助于降低保费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